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怯你就輸一輩子 為什麼這麼多人投資基金的時候都會怯呢 就因為他有三點他根本不明白 或者投資之前都不清楚的時候 所以當市場動蕩呢 他就怯了 又來到機密行動的時間 又是我Ronald,Ronald Matt和大家見面 剛才說過,怯你就輸一輩子 為什麼這麼多人投資基金的時候 公公一下就因為他怯所以停工 而導致可能他會損失更大的 不過其實剛才說過,有三點一定要注意 就是買投資基金之前 你一定要注意的三點 好了,第一點是什麼呢 第一點就是你一定要認清楚 究竟現在你投資的那個是一個影子基金 還是一個護衛基金 或者一些人要說Direct Fund 為什麼這麼重要要知道呢 其實呢,首先你要清楚明白 影子基金和護衛基金的分別 因為護衛基金就是直接賣那個 基金公司發行出來的那隻基金 而影子基金呢 通常做出來,或者外國做出來 就是給一些Universal Life 做一些保險公司 可以給一些低壓一點的投資 或者可能月供的投資 去給保單持有的人 可以有一個選擇性 靈活一些 也都少一些資金 可以做多些事情 但是,往往做出來呢 效果未必跟實際基金一樣 因為好像鏡子一樣 影射回原本那隻基金 究竟在賣什麼 保險公司承受整件事 所以其實他的收費 就是比之前你買護衛基金 其實是高很多的 可能護衛基金收到1.5-2% 其實那隻影子基金 可能收到3-4% 所以是雙倍收費 所以你會留意到 它的回報 其實跟直接的護衛基金 是不一樣的 可能會差一點的 大部分都差一點的 第二個不好處 買影子基金 就是你不知道 其實影子基金背後 它的underland asset 是在買什麼 它說影子 其實它沒有一個分flash 告訴你 其實裡面的狼 到底是在買什麼 所以透明度 相對於實際的護衛基金 就不會太透明了 有什麼不好處呢 就是因為我們投資的時候 我們就去評估 那個基金背後的underland asset 是不是真的符合 現在的市場狀況 或者你自己的投資策略 是不是那個狀況 所以你買了 你不清楚 背後的影子基金買了什麼 只是它純粹copy 外面那隻基金 它能否copy得足 都不清楚 所以很通常 透明度低 我們就不建議去做投資 所以第一點 你要清楚 你買的是影子 還是護衛 第二個 point 就是你要知道 究竟你的平台 可以選擇的基金 有幾闊 我說的不是有幾多 通常很多人去誤解 我的平台可以買很多隻 這樣就很好了 但是很多隻 其實可能它有30 可能它有60隻 裡面有30隻 就已經只買到中國 你不知道 你不能去做一些調配性 因為市場性 我們所謂的co-efficient 如果你的平台裡面 譬如我假設 我這樣說 我原來講到一隻非洲基金 這樣才算 非洲基金在未來的發展方向 很有潛力 這樣才算 但是你的平台原來根本沒有這個選項的時候 你看對的事 看準了 你都不能去做選擇的時候 那你就錯失了個良機 那什麼叫為之到寬呢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很清楚分析了 現在市場上 總共可能有成熟市場 就是DM Market 或者一些新興市場的市場 就是EM Market 那這兩樣 你要有個選擇 因為兩個貨捨頭來的 成熟市場有成熟市場避險的工具 或者做法 新興市場呢 就是透過希望它有個爆發性 那你接著再去細分 究竟成熟市場有分 譬如大型股 中型股 小型股 又或者可能綜合的一個地區性 又可以有一個行業性 即成熟市場都可以分行業 那哪類型的行業可以爆發性 那你又可以去做投資的 那這樣去分開闊度 你的平台的闊度有多闊 那這個又是一個 你長遠去規劃你究竟 你究竟Poforio怎樣做呢 很有幫助的 那所以你又是不清楚 不了解這件事 因為同一間保險公司 都可能有不同的產品 那可能你要看清楚 究竟這個產品 正在買的那個 是跟你原本那個 有什麼大分別呢 所以你要留意 同一個保險公司 可能它出的不同產品 它選擇的基金都不同 那所以你要留意 其實你買那個 或者投資那個 不要說買了 投資那個基金平台裡面 可選擇性的基金 是有什麼 所以你要預先study多些 了解多些 究竟它的變化 是不是有很多 其實第三點 就是收費 收費其實有很多種 可能有個admin fee management fee stretching fee 又有些可能是early surrender fee 很多很多種不同的收費 所以你要清楚明白 究竟你現在的收費是怎樣 因為我們剛才第一點說過 影子基金和護衛基金 其實它原本裡面 Heating組的收費已經不同了 但是有一個不同的就是 影子基金其實它的admin fee裡面 相對護衛基金其實收費是低一點的 這一點要注意 因為市場上 只收費可以由2%到10幾% 在一個行政費裡面 那麼大的參差 所以你要了解 即使你買了一些護衛基金 記住這一點 即使你買了一些護衛基金 可能它的收費平台很高的話 其實可能那個out performance 即扣了admin fee或者行政 剛才的行政費 其實比影子基金還差也不出奇 所以不可以只因為 單單它是影子和護衛 就斷定它好還是不好 你要留意綜合以上這三點 基本而已 你不要說買什麼基金先 你的基金平台你都不知道 你很難會賺錢的 因為你已經被整個平台蠶食了 那所以為什麼你欺負呢 就因為你不知道 所以你要清楚這三點先 跟著之後我們做第二步 就是怎樣去選擇計程序 那今集呢 希望少少一個分享 跟大家說 因為很多同學都問 怎樣去選擇平台 那這裡我不去跟大家說 哪一隻平台最好哪個平台 不要了 因為市場上太多選擇了 那不如你拿著這三點 這個工具 你知道的時候 你不會那麼欺負市場上發生了什麼事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好的選擇了 跟著就是怎樣去了解自己的組織 我們怎樣去學回 結合我們的連結 那慢慢可能呢 我們在新辦公室的時候 見大家我機密部署的班 就教大家怎樣去選擇基金的了 記住自己選擇 我們下集見 拜拜